2022国际车展日前是在洛杉矶举办 现代汽车公司的NVision 74概念车 与Ioniq 6电动房车在展览上亮相 现代汽车全新的NVision 74 氢燃料电池混合动力概念车 于11月17号在洛杉矶国际车展隆重登场 这款极富未来感的概念车 揭示了现代汽车旗下N品牌的电气化愿景 展示了其对零排放科技的承诺 NVision 74继承了Ponycope概念的纯粹表面 动态比例轮廓以及独特的B柱结构 而参数像素的照明设计则是充满未来感的点缀 现代的工程师为NVision 74 开发了一种独特的氢气混合动力架构 使车辆具有双充电能力 后置9.3磅容量的氢气燃料箱 能在5分钟内加满燃料 除了NVision 74概念车之外 全新的2023 Ioniq 6也在洛杉矶国际车展首度 在北美亮相 这款四门电动流线行车的目标 巡航里程为340里 并配备了相关科技 以及一流的超快速充电功能 能在短短18分钟内 将电池电量从10%充至80% Ioniq 6是采用现代独有的电动全球模块化平台的第二款现代车型 具有双马达和更大的内部空间 以及优化的性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